记者在中日友好医院看到,医院的各个入口都设置了金属探测门、X光机、手持安检仪等设备。 工作人员对进入院内人员的随身物品进行检查。 根据北京市禁止限制携带物品名录、管制器具、危险物质等五类物品、菜刀棍棒等六类物品被禁止或限制携带进入医院。 此外,为进一步增强技术安全防范能力,北京市有86家医院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。 好贩子有一些阴闹的,我们首先把这一部分人的图像的信息储存起来。 当他们再次到医院的时候,即便他们现在戴着口罩,也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识别,对他们正常的活动我们不干涉。 一旦出现异常的情况,及时处置。 同时,根据最新统计,北京市已有231家医院在重点部位配备了一件报警装置,在二级以上医院设置警务室164个。 发生这种医患纠纷的情况以后,按下一件报警,我们中共市会在大庭弹出来我们一件报警的这个情况,会报告我们这个具体的位置和现场的一个情况,声音的识别采集。 我们的就近支援的保安会在一分钟之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